就是這張校外人員勞務發放表 在中國炸鍋 四名在山東濟南大學讀書的外籍留學生 拿到介於2.9萬到3萬元之間的人民 幣生活補助 相當於一個月拿至少 12.6萬臺幣在中國讀書 消息曝光立刻衝上十大熱搜 網友批評中國政府重陽媚外 都把外籍生當大爺 但濟南大學這麼解釋 這樣的說法 網友不買帳 因為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上面寫的是一個月多少元 網友質疑這是當他們眼瞎了嗎 氣氛認為國家情願把錢給外人 憑什麼要自己人愛國 甚至有城市孩子想讀研究所 都得勒緊褲腰帶 憑什麼這些外國大爺 一個月拿3萬人民幣 但濟南大學只是其中一例 為了讓非洲留學生願意進來 清華最近把留學生的補貼 提升到了30萬人民幣 為了提升學校在國際排名 中國各個大學使出 渾身解數大撒幣 憑補貼利誘留學生 另一頭卻拉高學費 無疑是吸自家人的血 餵養外籍學生 也難怪引發中國民眾激烈反彈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